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醫護人員發起的罷工行動次階段 今天就進入到第三天 醫管局員工陣線副主席羅卓堯說到 希望醫管局在今天之內可以同道工會談判 回應醫護人員的訴求 包括提供足夠的防護裝備給前線員工 否則他們不排除延長罷工行動 羅卓堯說到 現時的主導權落在醫管局手上 如果工會沒有辦法跟醫管局談判 就有可能出現醫護人員集體辭職的情況 到期時醫管局要承擔責任 後果也要全香港人面對 實際我想跟醫護人員說 幾乎所有理性的香港人 都是支持醫護人員罷工行動 而且就算你們作出任何決定 包括集體辭職也好 市民都會予以最大程度的包容和體諒 因為醫護人員都要對著她自己的生命來負責 就不能夠白白地推這班醫護人員來送死 而且是為著特區政府的施政失誤 特區政府的故意不作為來埋單 我已經說過很多次了 林鄭月娥根本上是有權不用 就是故意不作為 我不會為她創作任何陰謀論 來幫她找藉口 幫她找下台街 幫她推卸責任 實際昨晚我看了杜汶澤的Late Show 她請了沈旭輝教授上去做嘉賓 其實沈教授也說得很清楚 在目前這個 就算是殘缺不堪的基本法框架下 林鄭月娥作為行政長官 其實她的權力也是非常大的 她絕對可以在不請示北京的同意之下 作出全面封關的決定 只不過她就是決意跟香港人鬥氣 就是要報復過去的大半年 香港人走上街頭抗爭 反對她的管治 所以現在就看到她是故意不作為 不要再為她找任何藉口 又說誰是誰 就算林鄭月娥作為一個傀儡 你也有一個作為傀儡不作為的責任 你完全是一個剩餘權力可以動用 你是堅決不去用 你們慢慢在這裏 擠一點擠一點擠一點 擠到最後 現在就封剩三個關口 又搞強制檢疫 為何你不乾脆一些 是不是因為醫護人員提出全面封關的訴求 你就故意不去做 故意把它扭曲成為強制檢疫的措施 你快點玩這些東西 確定自己好打得 好打得是沒用的 你打得低那隻武肺嗎? 你林鄭打得低嗎? 不要真的以為人定勝天才得到林鄭 實情到最後 就算這班醫護人員沒辦法迫使以林鄭月娥為首的特區政府 去決定全面封關也好 其實市民都應該要感謝這班 犧牲自己的利益走出來發起工業行動的醫護人員 為什麼呢 如果不是有他們出來施壓 向林鄭 他怎麼會在一個星期內加碼推出封關的措施 甚至提出所謂強制檢疫的措施 根本就是一步步壓下去 他才肯去做事 不是壓下去的話 他根本就是無動於衷 當然他在幫自己找個下台階 說袁國勇教授向他提出一些建議 你早就請了他做專家 他這麼遲私向你建議嗎 請問是 蛤 你怎麼搞的 真是離譜大譜 不要再借醫學專家來幫自己過筷子 離譜大譜 好了 林鄭今天又跟醫管局來到了扯貓尾 醫管局的主席范紅寧寫網誌 就說即使有員工發起罷工 有些前線的員工仍然都是緊守崗位 對病人不離不棄無忘初心值得肯定 就說留守崗位的員工絕不孤單 接著林鄭就說 看完范紅寧這個網誌就很有同感 就說讚揚 堅守崗位的醫管局前線員工的專業態度 令人敬佩 盡顯人心人術 又說對於等待否復生子的準媽媽 和需要家戶照顧的生生嬰兒 因為部分醫護人員罷工受到影響 感到非常痛心 不過當你說這些說話的時候 今天最少有203位曾經入住 新生嬰兒深切治療部的早產嬰兒父母 發表了一封聯署公開信 譴責林鄭這些言論是誤道和可恥 他們表示支持醫護人員以罷工救港 斥責特區政府未能有效防疫 就以他們孩子的名義 道德勒索這些前線的醫護 抹黑他們的專業操守 部分參加聯署人士更加貼出了自己的子女 在劉苑時候的照片作為證明 你想想你林鄭月娥真是無地自容 想借人家的父母來過招 你真是不知所謂到極 不要再搞這些道德勒索 不要再搞這些情感綁架 你是不會成功的 如果這些醫護人員 在這麼艱難的時候走出來發起這個工業行動 是為了爭取自己的加薪 爭取自己的福利 爭取自己的津貼 肯定陷入社會就罵到他們七個一皮 沒有人會支持他們任何的決定 只不過人家不是為了做這些事 人家不是趁火打劫 人家是為了整個社會的福祉來著想 要在源頭禁止阻截這個病毒入境 請問何錯之有呢 錯的就是你林鄭月娥 到現在這一刻你仍然是有權不用 不要再為這個人來找下台街 不要再為這個人來開脫找任何藉口 包括陰謀論 根本上他就是要跟我們香港人過不去 你搞那麼多事 你有請示過嗎 我想請問你林鄭月娥到現在都沒有人問她的 日日開記者會 到底你林鄭月娥在大年初一 致涵國務院那封信 覆了你沒有 哈 李克強總理覆了你沒有 有沒有回音 在大陸的口罩供應那麼緊張的時候 你還弄一封信 你是不是要攬炒 和大陸也要 你想怎樣 你想搞什麼 這個人其實是你懂不懂管治的 今天醫學會會長何仲平說道 在口罩短缺之下 估計最少有10名私家醫生要暫停營業 而醫學會會董陳念德說道 03年SARS期間有四位醫生殉職 其中兩人是私人執業 故此醫學會亦呼籲會員 若然沒有足夠裝備就不要應診 否則 接觸到病毒可能會影響到醫生和護士 除了私家醫生不夠口罩用以外 連公家的醫護都跑到Facebook Hasequence專頁爆料 他們到底爆了什麼 首先他們就說到了 原來這個酒精的消毒棉 全醫管局都只剩不夠一個月的存貨 並且還未找到供應商會送貨 第二就是 暫時依這個無費的藥物三寶 那個存量就剩極少量 全球都在搶藥 這個說法當然有待核實 那些記者就可以在每天 衛生署和醫管局開的記者會 問一問他們到底這個說法是真還是假 如果他說沒有這回事 那就麻煩他提交到底藥物存量的實數 就不要說還有多少個月 因為這件事 你不知道未來的幾個月 要用得如何 不要說一些很虛的數字 你說實數還有多少就說多少 對嗎? 不要像大陸那樣說了極不科學的數字 什麼十年一月百年一月 這些是不科學的 對嗎? 不要說還有多少個月的存貨 你說有多少實數的存貨 OK? 還有一件事 就是到底你這個特區政府 批了美國的新藥 瑞德西偉來香港使用了沒有呢? 大陸現在正在用 剛剛開始在藥廠量產這隻瑞德西偉 因為這隻藥暫時在美國就有臨床的效果 原來是可以得到治癒的效果 那你到底香港是批准了這隻藥的入口沒有呢? 剛剛就等死了 你這些暫時所謂的藥物三寶 藥物多少寶都好 那些根本上是摸著石頭過河的 但是人家那隻瑞德西偉是有臨床的實證的 已經是 至少有一個病例是醫治好了 那你知特區政府是怎樣的 還是又是無動於衷呢? 哈? 請問工作沒有? 引入這隻西藥沒有? 誰得西偉呀? 請問是 或者袁國勇教授會不會代香港人向林鄭進鑒呢? 因為他講到會聽你的建議的嘛 陷過香港跟他說話他也是充耳不聞的 他也是堵住自己對耳 借了龍耳診對耳的 那你不如你說吧 真是說起是把幾火 引入這隻西藥不需要再請示 不用陰謀論 大陸自己都在用 大陸自己都在生產 大陸自己都去註冊了 專利是 你用了沒有呢?林鄭藝 你可不可以向美國拿貨呢? 對嗎? 離了大譜 這隻東西既然是有效的 你就拿進來香港那裡試吧 是不是? 離了大譜 好了 現在最新的消息就是 澳洲的維珍航空宣佈 下個月開始永久取消香港的航線 到期時 往返式來的航班將會在3月2日開始 永久停止運作 這件事當然 屠生們慢慢 又再關上 又再關上 只會越收越窄 還有我剛才看到一個消息 說今天有些人去到超市 搶這個瓶裝水 實情香港人是否變成了驚弓資料 還是這班人根本是藍絲的盲毛 是不是? 瓶裝水怎麼很搶呢? 既然大家都說到 有個共識的就是 盡量都不在 這個街頭那裡走來走去的 盡量都留在家 減少跟人的接觸 你買這麼多瓶裝水幹嘛? 難道是東江水是乾旱嗎? 不是 實情現在就好像每天都有人遙傳一隻的貨品短缺 然後有一班人就完全 就不去 核實這個訊息的真偽 然後就去了超市那裡買 你只是幫超市清倉 而且還搞到真正有需要走去超市購物的人 是造成非常大的不便 好了這一節就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